項羽怎麼死的? 公元前2022年 項羽在該下之戰戰敗後 在烏江拔劍滋穩而死 項羽是楚國人 少年時跟隨叔父項良 學習兵法和劍術 秦二世時期 朝政腐敗 項羽跟隨叔父在會計起兵 反抗秦朝 據陸之戰 項羽擊破張寒和王黎領導的秦軍主力 秦朝滅亡後 項羽自稱西楚霸王 定都於彭城 與此同時 劉邦在漢中稱王 隨後兩人展開四年之久的楚漢戰爭 項羽雖屢破劉邦大勳 由於粮草短缺 加上胎記泛增 劉邦趁虛而入 將他圍困在該下 項羽見大勢已去 連夜率領八百精兵向南突圍 結果被逼至烏江邊上 最後拔箭自吻 項羽一生 剛愎自用 有勇無謀 無法成就帝王霸業 使得後人對他扼腕嘆息 右中間離向 廢落